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栗子 今天带你们来看一款特别帅气的房车 之前也带大家看过图加的基于KV800打造的这种轻卡型房车 或者是C型房车 咱们也见过了 这次咱们来建一款他们打造的一款方舱房车 跟我来看一下 我身边这款车就是图加房车基于50KV800打造的一款这种帅气的方舱房车 大家看外观颜色还是采用的比较经典的这种碳灰色的这种低饱和色系 整体看起来你就感觉这车开出去绝对特别有范儿 车头上方配备了这种射灯还有可以储物的行李箱 整体这个设备看起来就特别的硬派有这种越野范儿 车身外部尺寸长度5米99宽度2米35高度在3米1 那么车身上方也是配备了比较常规的遮阳旁 咱们夏天出去玩的时候不管说在户外活动一样 用餐也好这样的话就能帮咱们遮蔽像这大太阳了 就不用被晒黑了 平时咱们见到的房车基本好多都是这种墙后贯通的 但是这款车它不贯通这种方舱的好处就是驾驶室 它可以整个车头翻过去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比较好方便维修 车尾部提供了一个电动的举升架 那么包括的外挂式备胎还有外挂式的这种储物箱 摩托车架都给大家配备好了 不管说咱们带着摩托车出去玩 或者是一些户外的装备它都是有地放的 下方也有提供一个16800磅的后置脚盘 那方便咱们这个车如果出现意外的话 可以进行自救和脱困 驾驶室真的是简洁到不能再简洁了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卡车的驾驶室 那么座椅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代二的这种结构 副驾坐下两个人 动力上的搭载的是一个3.0T的柴油发动机 配的是一个6速手动挡的变速箱最大马力是150匹最大的扭矩是375牛米 那么这个车就比较考验咱们驾驶者的技术了 后方的这个方舱生活区整个的这感觉就跟外面反差比较大了 那么整体非常有那种上师纪那种宫廷的感觉 复古感就上来了采用的是这种深胡桃木色的这种上装木质的配色 那么包括这个座椅也是采用了一个同色系的搭配 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有高级感的 惠客就算去呢是一个四人堆卡坐的这个形式 这个沙发坐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如果腿部空间啊只能说是一般并不算是特别的宽裕 这个桌板呢也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里侧也是有配备这种电源接口 包括这个USB接口也给大家配备好了 那么大家的这个移动设备啊 或者是自己的手机坐在这充电也是比较方便的 卡坐上方呢也是提供了一台家用的变频空调 车内的这个舒适的温度 咱们在住车之后也能调节了 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的正前方 它提供了一台32寸的这个电视机 只不过啊这个先不说这个距离啊 我坐的这个位置正好两个人可以看 那我对面的话那俩人怎么看见是 尾部呢提供了一张后置横床 这个床铺的尺寸睡下两个成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方也是做了一排储物吊柜 那么可以去放一些咱们换洗的衣物 或者是日常用到的杂物都可以储存到里面 床铺下方呢也是提供了一台洗衣机的 那么日常咱们出行的时间比较久 需要换洗的衣服啊就可以在这里清洗了 床铺旁边呢也提供了这个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其实就可以作为衣柜来使用了 上面也做了这个挂衣杆 那么一些咱们的大衣啊都可以挂到里面去 厨房的台面真的是那个中世纪复古感又上来了 做的是这种大理石纹的台面 看起来也是比较漂亮的 那么上方也是配备了一台电桃炉 还有一个洗菜池 那么日常咱们简单的这个烹饪是可以完成的 炒菜也没有问题 因为上方也提供了这个抽油烟机 那么最上方就是比较常规的这种储物柜了 那么一些就是较大的物品或者是一些小家电 它其实这个体积是可以放下去的 在进门处的一侧 这个储物空间也是有给大家做好的 那么咱们平时随身用到的一些杂物 或者是常用的物品都可以放到里面 拿取也是比较方便的 在最里侧呢就是提供了一台冰箱 这个冰箱的容积我们做大概是在有148升左右 那么这个冰箱那么日常触游的话 咱们两到三天的食物储备啊 或者是酒水饮料都可以往里面放了 卫生间的空间呢只能说是将将好够 一个人在里面去使用的 那么配备了一个合适马桶 还有一个简单的洗手池 牵引式的这个花洒 就包括平时的日常用水或者是洗澡 它都是可以一体使用的 那么水路上提供的是一个270升的清水箱 还有一个65升的灰水 那么水的话可以维持咱们日常的这个用水 还是足够的 这车的电路方面呢 整车是24伏的电路总共有10度电 另外顶部还有1300瓦的太阳能 3000瓦的逆电器日常用电也是足够的 那么这么一台外观和内力反差极大 而且呢还让你体验到这种中式宫廷感觉的这种房车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目前这台车的指导价格是39.8万元 大家觉得这车合适吗 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 敬请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啦